大家好,我是老何 之前有很多网友问我到底哪一个德皮好喝 想让我做一期德皮的一个汇总吧 然后最近呢,我整理了一下 所以说利用两到三期的视频吧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德皮的一个总结 在我面前呢,现在我家里头找到的就是这20种不同品牌的德皮 当然,市面上绝对不止这些广我喝过的,至少得快100种了 各式各样的名称也是搞得我们不知所措,焦头烂额的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确实一般普通的消费者呢,很难分清 我也希望通过视频呢,能够让大家有所了解德皮吧 确实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来说呢 除了我们本土的啤酒以外 那最大的就是德国进口的啤酒了 首先,大名鼎鼎的维森 这款啤酒也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 没有代理的德皮之一 好喝,也是值得一喝的,虽然价格有一点点贵 但是,我跟大家说不能当口粮酒,但是值得一喝的啤酒 第二,施耐德的五号,施耐德的整个系列我都喝过 但是唯独我还是钟情这个多花的小麦 它的复合性的香味,确实让你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所在 就是原来还可以这样 就像白酒当中的富裕香型一样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五号的多花 第三,蒙士,德国的蒙士,这也是一款很不错的德皮 属于巴巴利亚的啤酒也就那么多 这个蒙士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很不错 而且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种推盖平貌的一个设计 使得它的这个发酵的效果会更好 爱因格 爱因格跟爱丁格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爱丁格属于私人的小量酒厂 但是这个可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一个大品牌了 价格也是稍微贵一点 前面这四款呢 我把它定位成了德皮当中的中高端 虽然价格小贵 但是都是非常值得一喝的啤酒 柏龙 这个是我目前的口粮喜酒之一 非常的不错 在德皮当中呢 经常因为代理商更换 名称更换等等原因啊 造成的酒质不稳定 但是柏龙是酒质保持的非常稳定的一款啤酒 整体的口感 麦香 包括后味等等都是很平衡的一款酒 这个就是爱丁格 爱丁格和爱因格虽然一字之差 但是 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酒 这是一个私人的小量酒厂铺产的 但是它居然畅销了全球八十多个国家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啤酒 教室也叫范家乐 这个算是我最早接触的德皮 就是从教室开始的 无奈被百威收购以后呢 酒质下降了 然后国产化以后呢 甚至我喝都不喝了 没喝过的人 我还是推荐一下 喝进口版的500毫升的瓶装的教室 这个相当熟悉啊 费尔德堡 有人称他假洋鬼子 但他还真不是假洋鬼子 正儿八经的德皮 忠良代理的 我曾经是教室 打开了我的德皮的大门 但是真正让我喜欢上的 就是费尔德堡 最开始的时候 59、69的价格 经常能买到24馆 哎呦 花的是比普通水皮还低的价格 但是喝到的却是德皮 合了不为呢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一直喝这个费尔德堡 但无奈喝的越多了 口感越来越挑了 越发的觉得这个费尔德堡 口感发酸了 所以后面也就不再喝了 这是前面八个玻璃瓶装的德皮 那后面还有12个伊拉罐装的德皮 下一期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拜拜